卓西湘前议员高晓晨以及现任代表林一慧婷 向华林议长张俊陈勤表示 清水部落简易自来水因混浊而无法饮用 而张俊就和华人太子爱心协会理事长 将300箱的饮用水以及200分的爱心物资 送到了卓西湘清水聚会所 并且表示也将会排定线刊 来了解统整部落的实际需求 再依部落的共识来达成干净的民生用水之输送 以免让部落乡亲继续忍受无干净水源之苦 卓西湘村村长何秋明当场代表部落 向花年县议会议长张俊递交成情书 期盼张俊议长协助清水部落解决干净的民生用水问题 我们议长的领导之下 阿弥陈议员把本安石门关了 改变一下我们的水源头好不好 会递交成情书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混浊的饮用水让居民苦不堪言 混浊的水持续很久了 这几天有居民受不了把讯息po上网引发关注 前几天也有花年县议员以及市民代表 都有赠百箱的矿泉水给部落族人 来暂时缓解用水之苦 张俊表示清水部落的新生张俊听到了 将会排定限定会刊 统整部落的实际需求 再依据部落的共识 达成干净的民生用水输送 张俊与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理事长 将三百箱饮用水以及两百份爱心物资 送到浊西乡清水聚会所 居民们都期盼张俊透过新议会的力量 来协助部落解决干净用水问题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